字幕連 Tik 겸 這個時候 各位鼎姊妹 wir know 重複2013年的一個劇情一樣 這次我開始錄第一片的Update 其實在這次Update當中 我會覺得因為這次我們是最好的 我们经历过在5月之前的准备 但问题是现时的情况 我发觉如果只等主日我们的号外update 都不够得我现在利用栽载 这段时间有新的资料的话 我立刻录给你们 然后即晚发布更加准确和快捷 事实上原因就是 现在我们最新的状况 我发觉都需要和大家去分析 让大家知道现时的情况是如何看待 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有些上大陆 有些去旅行 有些甚至上去深圳做休息 翌日起身就上班 当然我相信跟过去我们这么多年 神所为我们的安排一样 绝对在神的计划和致意下 热营车里面的杀种一定在神眼中 是捍卫宝贵的 否则飞尾神也不会用那么多事例 让我们知道 他真的很羡慕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但大家要知道 就是自从2013年 上次我们上来叫做大旅行之后 因为那次的讯息之后 我录了13篇关于时间的秘密 但我们录完13篇主日出完之后 都发现一天都没有偏差 底下跟着神的旨意 所以很明显 就是说我们由上次到今次的重褥 每一时会刻在神的眼中 看着宝贵 所以敬请大家真而众之的经历 今次这个神所给我们的经历 但今次似乎很明显和上次不同 因为上次我们全部按照我们所认识的预测 但跟今次最明显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个合乎科学的方式去见到 今次一定是非同小好 因为不单止是Webbop有说 因为现在就算连一些地震学家 又或者一些业余的德仙 他们都强调就是 接着将要出现的 是很短时间当中一定会出现311级数的地震 不过似乎现在越看 那个地震越不单止是影响日本 它会横数我们所说的很多其他地方 包括了台湾和香港 所以变成了 尤其是在几天前 我们教会也发布了一个报告 原因就是说 刚刚在上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很深层 罕有这么深层的8.5级地震 虽然跌至7.9 但是也是很疯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深层地震是不会这么大 如果这些深层地震是这么大 的话 安柱现在根本在2月的时候 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一些地震专家抄了德仙的体会 出了一份报告说 深层地震会导致在几小时至7天之内 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100倍的浅层地震 所以如果现在出了一个 我当它是7.9 即是8级 如果在7天之内 即是来到星期五、星期六之前 最快就是当日的几个钟后 最迟就是7天之后 即是来到星期五、星期六 会出一个大约100倍 即是来到特製高2级地震 即是如果是8级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10级地震 还未经历过10级地震 但最大问题就是这样 最新消息就是刚刚几个钟前 在我和大家拍摄这段后外之线 在同一个位置 亦出现一个4.9级地震 又是这么深层的地震 所以意味着是什么呢? 意味着整个太平洋板块 都是不稳定的 而最大问题就是 他们在报告中也说到 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深层地震 他们接着会偏西向北或者向南 要在乎那个究竟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现在我们看到日本就是北半球 所以他们会向偏西和偏南 会有一个浅层地震 即是高两个尼克特制的级数 也就是等于大100倍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他们真的偏西和南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尼拉海溝 就会有机会 不多不少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就在那里会有一个这样吸收的地震 所以变成 现在我们正是照着地震学家所说的 在2月最新发布的资料去说 所以变成一定会有一个 在我们有生之年所见过最大的地震吸收 会是在短短这几天里我们看到的 所以变成这个就是现在教会 可以说能够给到你的一个提示 所以现时在我们眼前 有两个可能性我再提 多一次 第一个就是有机会在富士山 会有一个极之庞大的爆发 但是那个爆发 香港都会受到波及的 因为如果影响到 好像John Paul Jackson 所说的 会有700万死 100万七宗的话 那个庞大程度是难以置信的 但是第二个就是更严重 就是马来拉海溝这个地方 如果有地震的话 其实都非常可怕 直接绝对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 也可以说是全球海线事件的前奏正式开始了 所以在这里再次给大家知道 教会在这件事当中 发布出来给你知道的做法 以及留意的地方 就是到现时来说 绝对大家都不可以去调以轻心 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在这七天之内 很明显 我们都要知道 暂时在香港 唯一叫做安全一点的地区 真真正正就是天水围区 元朗区 因为要穿过很多山 才进来的话 那个灾害要很大才行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尤其是住在香港 绝对是高危的 住在大嶼山 也是高危的 尤其是向南边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或者可能你们去找一些 嘉南的地方做休息 晚上 甚至最好最好 能够许可的话 不能够上去大陆度假的话 都可以 晚上休息的时候 去深圳 因为有什么事 你跳上的士 就可以北上了 是不是 这个就会安全很多 所以这就是现时来说 所给你知道的 教会给你的现时 到今天为止 都是生效的提议 另外另外建构火山的科学家 都发现 现在我们说的板块 是很不稳定 因为大家都听到 一些几百年未爆过火山 现在想爆 但是现在其实不止 一些一千年 甚至一些七万年都未爆过火山 现在开始地震了 甚至在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小时之前 特星又出了一份报告 说到 美国一些一千年未爆过火山 在那里开始有地震 上面 要看见 就是今次 不单止我们看到 每一样的预言 预测也提到 但是我们是实质 看到一些征兆 那些征兆 按着科学 是会带来什么呢 就是100% 是会在我们这个区域 有一个非常大的地震 而它有机会引起 很大的人命伤亡 所以这一点 就是为何 今次要录这一个 号外给大家的原因 请大家特别密切留意 如果在香港上班的 弟兄姊妹 迫不得已一定要上班 请你真的 带完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 背囊 预备一有什么事 就直接上深圳 这就是今次所给你们的提醒 事实上 有最新消息 我们都会继续 由我亲自发布给大家知道 但是今次和两年前 是绝对不同 因为两年前 没有这么多 这么疯狂的深层地震 和区域这么接近 对香港会构成一个 这么大的灾害和影响 所以今次 是再给大家知道 今次和2013年的彩牌 是不同的 最佳的声音 我便要去 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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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助你 我便去 帮助你 他便去 我便去 帮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每天兴起发亮 成就梦想